挪威王室本周早些时候表示 87岁的挪威国王哈拉尔在东南亚进行私人旅行期间 因感染在马来西亚住院 到周三国王哈拉尔病情有所好转 王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国王陛下在马来西亚度假期间生病了 并因感染住院 国王受到了马来西亚和挪威医护人员的良好护理 哈拉尔国王自1991年以来 一直担任挪威的礼仪国家元首 也是欧洲在世最年长的君主 在父亲暂时不在的情况下 王储哈康将主持各项事务 包括与总理和政府进行的每周例会 该例会定于周五举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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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